可以新增的話 那會比較有彈性 所以理論上應該就是讓使用者就選取 所以後面最後我們會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叫做那個Furter Picker 就是可以執行的時候 先直接問你說 你的那個目錄在哪裡 那你直接跟他講說 在我的桌面的VBA這裡 那當我選取這個目錄之後的話 他會把這個路徑 直接怎麼樣 直接就幫我存在這個 Espace裡面 就是把這個路徑 直接丟給Espace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不需要每次都寫固定的 因為未來如果說你路徑不是固定的話 那你可能就會需要類似像這種東西 他的名稱叫做File Picker File Dialog 就是跳出一個這個 這個東西叫Dialog 然後呢 我們就直接按確定 那底下的部分也是一樣 他一樣會幫我跑出來 就是直接跟我講說放哪個地方 好 一樣程式可以跑 那主要的話改哪些地方 大概其實增加兩行就可以了 就是利用File Dialog就可以完成了 大概來看一下有哪些地方 可能需要做增加的部分 首先的話呢 剛剛這個路徑部分 這個路徑本來是固定的 但如果說未來我不要固定 我希望讓使用者自己去選 那我需要讓他自己去選的話 我可以再增加一個用Application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Application太重要了 Application 就是指的是Excel 它裡面有一個 植物件 或者叫屬性也可以 它有一個屬性叫做File Dialog 所以你打一個F File Dialog就出來 然後呢 File Dialog前刮鬍的時候 他會問你說 你要跳出來的話 讓使用者選什麼 有沒有選檔案 選資料夾 或者開檔或者存檔 那基本上我們是 怎麼樣 要讓他選一個Folder Folder就是資料夾 所以請你選這個 叫File Dialog的Folder Picker 讓他選 然後後括弧一下 點Show就可以了 Show意思說 他會秀出剛剛的對話方塊 有沒有 秀出那個Dialog出來 好秀出來了 秀完之後的話 讓他選 選完之後 再回傳一個Express 回傳什麼呢 回傳一個結果 比如說選的那個路徑 給他按確定 那當然你要有個東西去接他 用Express 對這個我們自己取的名稱叫Express 然後怎麼樣 就在這邊呢 把這個前面這一串 點Show前面這一串 把它複製下來 一樣是Application點File Dialog 然後後面點什麼呢 就是你要回傳什麼呢 讓他選完的 所以 記得把點Show 改成Select Items 意思是說 他選的那個東西的自竄 幫我把它回傳回來 可是選的自竄有可能多好幾個 那你跟他講說裡面的第一個 輸入1就可以了 這個也輸入不是0 因為他這個好像不是一個 像陣列一樣從0開始 是從1開始 所以選的那一個 記得給他一個小瓜五一 他就把那個路徑給我們 那給我們之後以後這個路徑呢 就可以什麼 改成不是固定的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路徑刪掉 把這一串 這個變數放在這裡 記得喔 他過來的東西一定是長這樣子 後面沒有這個 後面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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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根目錄 所以記得留這個根目錄 然後後面的話呢 記得加一個space 然後空一個end 好 這樣的話就ok了 所以意思是說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一個活的 大概就 總共1 application.fi 這個地方記得是furterpick.show 然後把選到的東西呢 幫我丟到這邊 再幫我丟到這裡 串接就ok了 那今天主要 我們就先講到 7-2 然後 後面的話 還有就是要合併 還有其他像用outlook記性等等 反正後面的部分 下一個禮拜 所以呢 如果你把這個問題 如果有 就是回去先試做 有問題的話 可以再提出來討論好了 好